大家好,歡迎收看還原靚靚拳 我們最新一集的還原靚靚拳有這位嘉賓,她就是Dora 大家好,Dora很特別,因為她是我們這麼多集還原靚靚拳的第一個短頭髮的女生 那麼緊張,我們待會準備將你脫胎換骨,改頭換臉 你們會將我怎樣? 我打算剃短你的頭 再短一點,是軍裝那些? 不告訴你,可以嗎? 我可能會哭 真的會哭? 會哭就馬上跟她講,剪短一點,等一下 HELLO大家好,我是Dora 我拍了Youtube大概有三年 今天很開心受到邀請來做改組計劃 有故事的,Dora 我當時的英文名叫Iwin 然後我把Iwin這個字融入了Dora英文的英文名 然後變成XXXX 就是我現在Instagram的IG名 後來不知道為什麼我的朋友很喜歡玩我 然後就叫我Dora 好像在喊一隻小狗 然後從此就變成Dora 我一開始都真的想試試 人生總要有些東西是勇敢去嘗試 我以前的性格都很耐向細膽的 那我就想試一下拍Youtube 然後練習自己的膽子 就是可以說話好一點 然後就做一下做一下就做到現在 其實我沒有說特意去走這個路線 不過我自己真的很喜歡試很多不同的新的東西 所以就一直這個很有興趣就買回來試 那誰知道後來就覺得 觀眾原來很喜歡 我覺得我說話很誠實 很有自己個人特色 所以就慢慢繼續做這個系列 都挺享受的 因為其實有些觀眾會引述你 跟你說說看我這些影片很開心 說很感謝你拍了某些影片 令到我給人時心情好些 或者是幫我實測了某些東西 真的會好像有一種幫到人的感覺 好啦 今天呢有一個非常特別的事情 會做的也是我們第一次做的 就是博法 沒錯 我們首先邀請我們今天的發言師 那Page呢 我們要轉換頻道 我們要講英文 因為Page是從韓國 她經常做我的髮型 我經常看她 她經常看她 她工作在 9Cup Barber Shop 你說英文 尼敦道9號 位於銅鑼灣 我們今天特意帶你來這個 Barber Shop 因為想給你一個不同的造型 因為你經常都很喜歡 試一些新的產品 我們都想試一個很新的髮型 在你身上 就是Braid 她的髮型的髮型 她的髮型是短的 所以我會做長髮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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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顏色的髮型 對 顏色的髮型 然後顏色的髮型 是白色 對 很棒 所以我們開始吧 OK 今天來改造之前 昨晚就發了一個故事 就問一下你的Followers 你的故事就是 如果我想換造型的話 大家覺得什麼風格 怎麼換好 有人就說 古著 文青系 我覺得我看你的profile 就覺得文青太容易了 對我來說 我就覺得想可以玩得更厲害 有人說 Black and Rock 也對 就是型格一點 對 你今天就是走這個路線 其實也有人說 西裝 性感風 你平時會性感嗎 不會 因為沒有身材 沒有身材也可以性感 就是任何的身形 只要想像 就是打扮 都可以做到 因為我看到你的眉毛 就是有一點偏啡色 我就會改一點 用比較灰的顏色 去配襯你今天的造型 因為眉用的顏色 都可以改變到造型的整體感覺 還有因為 今天比你的造型 是硬朗一點 所以都會幫你畫得粗一點 是不是歐美一點 可以這樣說 但妝那邊 我又覺得不會太誇張 還有因為你皮膚算薄 如果用太啡的眉色 去畫眉 就會看起來很紅 即是皮膚更薄 那你平時YouTube的影片 是不是自己剪 自己拍 幫你手腳 全部都是自己拍 真的嗎 真的很辛苦 不容易的 真的 那你一開始的時候 是用什麼器材拍片的 一開始是用一部 學生時期很喜歡的 尾顏相機 即是甚麼Casio那部 對 用那部拍片嗎 不是 它有另一個型號 比較像相機 很像那個年代 Casio 真的有一點遠古 拍出來的質素 真的很麻煩 那你覺得現在 尤其是疫情 你發覺很多人 衝了出去拍YouTube 都好像多了 多了 多了拍家居的Vlog 當然 那些去旅行的全部都不能去 旅遊的那些 其實大家拍一些東西 都是那些 煮一下食物 或者生活上的一些細節 這樣的Vlog 這個造型 完全是我的第一次 我沒想過是這樣的造型 我以為你會幫我製造 那些 一些女性 或者是韓風 太簡單了 那些 太沒難度了 有一盒全新的Palette 這盒東西很不捨得用 終於今天第一次用 QWT的Naughty Palette 對 新出的第一次用 哇你真是專業的 你會單眼看 唯一的技能 那你覺得呢 如果在家裡的朋友 想開始做YouTube 有沒有什麼建議給大家呢 我覺得是 真的要看多一些YouTube 然後想多一些自己的題材 才是很開始的 因為你一開始了 如果你沒有影片出給別人看 人家就可能會漸漸打望了 不要只想第一條片 要想整個頻道的營運 嗯 還有想自己的方向 因為現在 無論香港也好 其他地方也好 太多太多 好好看 很厲害的YouTuber 如果你沒有特色 就很快會被人打望了你 那你記不記得你 做YouTube 第一個廣告 有收入的 是什麼類型的片 你記得嗎 我記得很記得 是淘寶開箱 是一個集運公司找我的 集運公司也有下廣告 很厲害 對 好像那時候 一年後才有 帶一份正式的生意 那條片 出奇地也挺受歡迎的 但會不會很用心 特意想了很久 我要好好去 有啊 其實我很緊張 很擔心會不會表現好 如果你沒有拍到YouTube 沒有開始到這條路 你當然會在做什麼 應該是一個很普通的打工仔 然後每天在家都看YouTube 打什麼工你覺得你會想 我之前有想過學化妝那些 但是就 開始了YouTube之後 就慢慢慢慢經營 就沒有再想這件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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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釋一下給觀眾聽 嗯嗯 又帥 又酷 又正 她剛才是白髮魔女 大家有沒有看智利說一場戲 她已經是由一個星期的那個紅色變成這個白色 好 那為什麼現在做完會回來 那件衣服呢 其實我就是見Dora她很 很正常 很正常 對 其實她的樣子是可以走不同的 可以 對 那我就給一些 rock dark 就是leather的元素 對 就是mix and mash一些 可以性感少少 短裙子 讓她換言一身的感覺 換言一身 好啦 如果大家是想進來看一個純正長髮美女 就進出來了 沒有啦 Sorry 不對 這集就是走有型路線的 如果想看的話就 好啦 繼續看吧 我們去換衣服吧 玩完美麗拳 搞定 Dora 可以在心裡有什麼感想嗎 我覺得超驚訝 因為我從來都沒有想過自己會有這樣的露子 跟以前的風格完全不同 我想我的觀眾都沒有想過 沒有幻想過會有這樣的露子 我稍後還會在她的頻道拍一段影片 不知道你們的觀眾看到這個樣子 我一來就應該要說聲 因為改造完才是這樣的 我嚇到你們的觀眾 蛤 Dora去哪裡了 這條影片 蛤 為什麼你那個人 還有什麼感想呢 你覺得這個造型 我都很漂亮 我原本以為自己的Cabin是這樣的風格 但原來都OK 剛才的照片拍出來很漂亮 如果大家想看一些照片 也可以去Dora的IG看看吧 如果大家想要Dora的Youtube Channel 以及IG可以留言 我們就進來聽吧 好嗎 拜拜 記住 不 經常都忘記這些說話 大家記得要訂閱我們的頻道 追蹤Instagram Like這條影片 所有東西都要做 都要做齊他 對 做齊他 開啟啟 那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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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嗯 有些事情 有些事情 你會怎樣去面對他們 其實我會不開心 但我會反覆看留言 其實他們說的時候是有些道理 他們說的東西是對我的頻道 對我的影片是有用的 我就會自己消化了 第二次就自己改善 慢慢慢慢就不會那麼多負面性 其實所有事情一腳踢會有點辛苦 但其實是很享受 就好像將一個成品慢慢慢慢地做出來 到最後你看到成績很好 就會覺得很有滿足感 謝謝大家